只能够去carry它网路上面的 网页上面的表格部分的资料 所以特别重要是资料里面的重Web 然后你就是把这个贴上 它里面有一些错误 JSQ的错误,没关系,就一直把它run run完之后,特别重要,它这边有打勾 只要是有箭头的地方,就是你要贿赂 那也就是说,一个箭头就表示一个表格 也就是说,一个网页里面就会有一个对应的表格 然后其实怎么样知道是不是表格 这边的话,其实你们可以慢慢 如果你要想要把爬虫学好的话 可能慢慢也要熟悉一个功能 就是按右键,你可以去检视网页的原始 其实基本上一个网页里面背后的程式就长这样了 但如果你对于网页的背后的程式不熟的话 可能如果有机会再花一点时间了解一下这个背后 这背后的话至少会有三种程式组成 第一种最基本就是所谓的HTML,网页嘛 第二个的话就是CSS 第三个就是所谓的JavaScript 所以如果最基本的一定要懂所谓的HTML 网页以前有写过吧 还是以前用工具吧 其实背后都是这个 如果说你假如要一个一个慢慢看的话 那这太复杂了 另外一个方法就是可以善用什么功能呢? 你可以,假设你要知道这个区块的背后的这个网页程式的话 你可以先选一个位置 然后按右键的话,这边有一个检查 检查的话就是可以告诉你说 这个背后它的那个背后的程式是怎么写的 有没有,你会发现这个 你会发现这边不是邮标在这里 实际上这一块就是什么 它一个TR 你邮标放在,放的位置它底下会跟着动 TD,TD指的是一个储存格 这个第二个TD,第三个TD 有没有,那再往上的话有个TR TR就是一列 有没有,TR 这个TR就是HCNL的标签 然后TBody 这整个表格的什么 然后在最上面有个Table Table就是我们的 也就是说呢 Querie Table它就是帮你找什么 找这个网页里面呢 有多少个Table Querie嘛,Querie就是查 Table就是这个网页里面的所有表格 然后呢,就帮你把所有表格 看你要第几个 就把第几个抓下来 OK的意思喔 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的程式里面有没有 会有一个 所以后面都一样,我们就不Demo 然后你会发现我们做好的那个程式 刚刚那一段有没有 就一定会有个所谓的Web Table 的这个属性 后面的话就是5啦 5的话意思是说这个网页里面的第五个 表格帮我抓下来 那抓下来的方式就是 我不要,有没有 这边Web Formating就是要不要那个里面 它已经有的那些格式 哦,不要,就帮我重文字就好了 有没有 然后最后Refresh就是正式抓下来 至于你录下有没有一堆不要的 我觉得那些都不用加 OK,就可以 所以以后的话 甚至你不用重路了 你可以拿这个来贴上去 然后后面网址改一下 那个网页就可以抓下来 只是说你要算 到底你要的是在 那个网页的第几个Web Table 哪一个表格 OK,大概是这种逻辑吧 它细节其实还蛮多的,有蛮多的技巧 所以以后如果你懂得这些方法 网页上面看得到的东西 通通可以把它抓下来 当然网页上当然还有区分一些 就是有些是本来就Open给你抓 所以它不会防你 但是有一些是什么 因为它觉得有些东西 我不要让你抓 我可以让你看到 但是我不让你抓 所以变成说你就那个技巧 那个难度就更高了 OK,所以Web Table 像我们现在用的方法 基本上是主要是针对那个 它已经Open给你的那些网页 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说有一些网页 它就是会有一些限制的话 或者是你可能要登录帐号 有没有 使用者名称密码 加上去才会到里面的话 那又是另外一个方法 OK,所以网路爬虫又有什么入门版的 还有进阶版的 还有非常困难版 反正如果 也就是说 如果你假设网页上的东西 都可以很方便的 要什么有什么的话 那基本上就等于就是说 你把一个 每天做那些事情的人的工作 都给取代掉了 因为它每天 很多人其实每天就是抓 那个网路上的资料 放到Excel 然后去做后续的爆料 有没有,如果说你整个都可以 全部串在一起的话 等于那个人的工作就被取代掉了 所以其实现在很多工作 其实我觉得 要是我的角度 我会希望说有些那种 从务性质太高的工作 其实倒不如怎么样 我找一个专门去 专门的城市人员 去了解那些逻辑 然后把那些工作 通通把它写完了 写完之后 那那个人他可以履历 就可以去做别的事情 而且甚至我会希望说 那个人 也是干脆学城市算了 不容易 他的工作就是 把那个事情 把对应的神学写出来 那他就可以去做别的事情了 对不对 所以现在很多公司 比较聪明 他需要竞争力 因为他跟同行竞争 那同行竞争的话呢 如果这个公司 每个人都会写城市的话 还不得了 对不对 连那个助理人员 哇 城市都写得下下跳的话 这家公司怎么可能没有希望 效率怎么会不高 对不对 那我记得 那个最早PC Home 刚起来的 他是PC Home 24 24小时一定寄到家 然后 那个大概 一几年 十几年前了吧 有那么久 电商嘛 那时候真的是一个噱头 为什么 哇 他有竞争力了吧 怎么可能 24小时 从你订到 你收到的扣物 一天内可以收到 那当然 我为了方便 我多付一点钱 我都愿意 OK 可是问题 他持续这么久 好像还是停留在那里 而且好像 最近 买东西 好像收到的时间 好像越来越慢了 可能他有成本上的问题吧 但是你可想而知 你要怎么样去跟同行竞争 他其实 怎么样 PC Home 刚开始真的是 打遍天下无敌手 没有对手 为什么 因为没有人 谁 谁可以一天内送打 不可能 所以大家电商 等于是他那个 那时候的业绩成长是飞快的 因为他等于是垄断 因为他效率高 但后来他就是没有在别的地方 我现在可能除了时间之外 我可能还有别的地方 我还可以 比如说再做那个什么 我觉得他做其他 比如说客户之间的服务部分 他就是很阳村 有没有 他还是用那种网页式的 他没有办法用手之类的 我可以随时知道说 我的货户现在到哪里了 甚至可以很及时让你知道 他没有做一些互动 那部分他就没有在增加了 所以现在还蛮可惜的 那也就是说现在各行各业 其实都在竞争 那人跟人之间 你跟同事之间也是竞争关系 对 如果哪一天大家都会写成人 你不会写成人 难道你不会觉得 你自己会有恐慌吗 对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来学 应该也是有危机意识吧 你如果不学的话 身边所有人都会了 只有你不会 那你还能够在制压公司存在多久 对不对 你一定会有压力 而且你还不能是落到最后的 当然最好是跑到最前面的 可是你也不能太出风筹 有没有 就是你虽然已经学了很多 但是你又不能让别人知道 你已经会很多 尤其不能让你老板知道 除非他给你加一倍的薪水 没有问题 通通交给我了 OK 有没有老板 我如果是我我愿意 没办法我给你大佛的薪水 当问题你会帮我做不止大陆的事情 对不对 而且你这种延续性还蛮大的 所以有时候就是你交给你 哇 你城市都写完了 对不对 所以喔 会写这些自动化城市的薪资可以多高 你可以自己弹出来的 OK 你可以开一个天价 要来 不要算 反正别家要我 没关系 OK 那时候其实就不是 你要不要进这家公司 不是公司要不要你的问题 而是你要不要去这家公司的问题 是 应该是变成 以前是人求士 现在变成士求人 OK 你可以 我想到我刚入行的时候 我就有那种姿态 因为那时候很多公司都要我 所以 有一家公司后来有挖我过去 那协理最后跟我讲 你应该什么时候可以来上班 我记得我那时候 还很那个 我哪里来的自信 我回去想想看 我想三天之后 我这样打不理 OK 不过那时候其实也是无求 因为我觉得 我去不去 对我来说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OK 而且其实 最重要还是要有东西 你就不怕说 找不到工作的问题 就怕说工作太多 所以你可以选择 但 前提是你真的要有点东西 OK 好 那上来的话就是说 这个部分跑个回圈 只是说这个回圈跑完之后的话 他会 把那个资料往右边移动 其实就改这个 一个 两个 三个 就这样而已 你怎么改了 太多东西了 所以建议你就一定要把它熟练 熟练 熟练就好了 所以其实学来学去 就是 第一个 写出来正确 没多少东西 但我怕有些东西还是 可能写的经验值 还是 第二个的话 也能够写得很快 又快又正确 那就对了 第三个的话 你又能够跟你的本行工作能够融合得非常好 我相信你应该在这个领域里面 应该有你一席之地的 你就不用担心工作问题了 对吧 你只担心说什么 可能 你未来到底要往哪一个领域去发展 尤其你还可以跳槽 对 还可以跳领域的 不见得一定要只能待在你现在这个领域里面 OK 跨域其实还蛮必要的 OK 好 再来最后的话还有个什么 这个1怎么办 所以特别注意 1的话其实你可以在4A下面 Enter两下 做一个逻辑判断 如果什么呢 如果 其实有几个方法 假如第一次 如果这个除人格里面是空的 但这个除人格里面是空的 表示什么 没有下的任何东西 那我怎么叙述这个 如果 如果 Range的A1 假如是空的 等于空的 然后 Enter两下 打一个L 反之 再Enter两下 打一个Enterif OK 其实我要怎么知道 到底是不是第一次下载 然后举行大家方法 那个A1是空的 他们其他方法 有啦 反正你就想 这个方法我是觉得比较简单 这个除人格里面如果是空的话 那I的词 就等于说 I已经被用了 R R等于1 反之的话 如果 已经下载过一次 那Range A1里面就不会是空的 如果不是空的话 那R就怎么样 等于 从A1 他帮我向下追踪 并且加1 从A1 向下追 这个以前有写过 A1 点什么 点And 然后 刮弧 向下追踪到的那个列 点Rub 记得要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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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如果没有加1的话 那就会是 他的下一列 最下一列 加1 意思说 他的下一列空白列 最后的话再把这个R 加这个 再把这个R放到哪里 放在这里 因为 所以这个1 刚好是这个字串的最右边 所以 你不用 像刚刚I是串在中间 那因为 1 已经是最右边 所以记得 1 请你把1 删除掉 2 请你在这个字串的右边 加一个End 空白End 然后空白加一个R 就可以了 意思就是 串在这个字串的 右边 就好了 这个我好像有解释过 因为有些同学还是一直 没法理解 反正刚开始 如果是最右边 记得就串 当然如果你实在不会 你用刚刚这个方法也可以 只是多一个空白而已 比如说像刚刚的 这个我觉得同学常常有障碍 这个要加一个 第一个你可以 这个地方双一号双一号 移到中间 End 移到中间 加一个R 然后 空白 这样结果可不可以 可以啊 可是问题 它会多什么 End 没有东西 End 没有东西 那不是多打了 End 没有东西 那你打就干嘛 OK 可不可以 这个也可以 反正 我 我觉得你们城市第一个 写出来就好 写出来 可以跑 就已经算是有八十分了 OK 再来再去想说怎么样写得更好 OK 我是觉得这东西绝对也不可能一朝一夕 可以马上 可以 可以 写到那种 有 我觉得还是要 必须要花很多时间 很多力气 这个 真的不是 短时间可以塑成的 好 就像 学一个语言一样 你说学 学英文 英文 从 古小一直学 学到大学毕业还在学 你会讲吗 对不对 你会听吗 你会写吗 对不对 你还是不会啊 对不对 很久了啊 对不对 即便你研究所毕业了 英文还是 对不对 除非你把他丢到美国好了 然后身边都不要讲华语的 我看大概一个月 你大概应该就除非猛进 你 但是你不能封闭啊 你一定要走出去 一定要跟人家对话 那你快就OK了 一样的道理 你又记得 反正就是 一定要有那个 就这个 什么啊 因为花一点时间 就是要给自己 什么环境 就是一定要 想办法 让自己融入到城市里面 而不是一直 停留在那种舒适圈里面 所有的舒适圈就是 C C V 永远都是指拿老 C的东西 然后那边 对不对 那这样子 我是觉得进步 就会有低一点 福度可能没那么大 所以你要真的 除非猛进 就是要自己 愿意动手做一点东西 哪怕遇到问题 遇到措择也没关系 就是去想 试着怎么做 因为我以前就是这样的 以前我就想 我一个问题 我跟各位讲 我可以 可能两年三年之后 我才有答案 为什么 因为我一直把它记得 现在没答案 没关系 我放着 放着 我记得 我就是记得 我一定要把这个问题解决 然后我有空 我就去图书 我就去图书馆 然后呢 我就跑城柄 敦南城柄 所以我跟各位讲 那个敦南城柄 熄灯的 其实对我 过多小有一点点 不知道怎么感觉 一点感触吧 感觉好像是 象征着 我是真的有点年纪了吧 然后 雷克晚报 6月2号也停刊了 雷克晚报 其实我也待过雷克晚报 因为我那时候念大学的时候 曾经有志想要当记者 然后我去大学打工的时候 我真的跑去雷克晚报 去当那个文案 但后来我发现 特意我放弃了 为什么 因为大家每个人都想说 工作一定要什么 钱多事少离家近 大家都想 那你会发现 后来发现记者或编辑工作 真的是 钱 不多 OK 是 很多 然后你要写东西 要给老板看 老板 只要客户老板不喜欢 你就重写 对 其实感觉 我觉得 好像对专业度上来说 好像没有 太 那个 我觉得好像 后来就不是我喜欢的 所以后来 就慢慢再去思考别的方向 所以后来为什么我对那个 城市会不要花时间 后来发现 这东西好像那个CP值比较高 因为 投资报酬率最高 因为 会写 真的是 第一个自己效率增加很快 你就很先先 没手 每天会花一花 其实事情早就做完了 对 老板也不会讲你什么 因为你就做完了 他还能说你什么 你就会有很多时间 第二个的话 你未来 你可以发展的空间很大 你可以往这边往那边往那边 通通都可以 所以我现在站在这边就是 我可以走业界 也可以走教学 后来我发现 好像教学对我来说是还蛮有兴趣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还蛮喜欢教的 我自己立志以前想要当老师 所以那时候研究所的时候 就考师大 因为台大跟师大 我没有选台大 因为台大考上也没有一个职缺 所以那时候考师大 后来师大就考上了 所以师大也有一些年轻的记忆在里面 前几个月刚好师大有一个院长写一后信 问我说因为他看到我很多VBA的教学在YouTube上 而且他好像辗转知道我也是师大的校友 他就写了问题问我说 愿不愿意回来就是协助一些教学工作 OK 但有些学校我都退掉了 因为真的是坚定钱太少了 OK 然后 那个师大我叫自己的母校 总不好的意思推辞 那不然我就抽空一点时间 你知道时间能够安排在OK的时间 那没有 而且也蛮近的 所以我就 而且我还蛮期待的 为什么 因为已经离开校园太久了 所以我又重新走进校园里面 可能会想到很多以前的事情 对不对 但是角色又不一样了 那感觉实际上还蛮奇特的 好像也蛮值得可以记录下一些东西的 不过好 想扯太远 OK 所以这边的话 就是刚刚加上一个向下追踪的部分 然后我们特别说 这个不是唯一的方法 这个是我想出来比较简单的方法 那这样做完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这之后把它执行看看 那当然它会一直闪动 因为它会下载59个page的资料 OK 不过也大概几秒钟的时间 就全部下载了 但是还是要解决几个问题 包含就是说 我们底下每一个地方都会多这个 怎么把它删除 另外的话 每一个日期这边都会 所以等于是说 这边开头应该是那个的日期 所以把它复制上去 然后再来把这个多余的列删掉 并且把什么呢 把这个六个号码 必须把它分开来 其实城市蛮冗长的 我有把它放在云端上面 给各位参考 请各位先试一下 刚刚讲的部分在第三页的地方 画面先还给各位